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这两年台湾的GDP能够有显著的成长 制造业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外销出口导向的经济体 所以制造业如果表现得好的话 GDP就会表现得不错 但是制造业如何能够搅出相对优异的一个成长呢 其实当中很重要的一块 其实是来自于研发创新得到的成果 但是研发创新是会承受风险的 也会需要承担的一定成本 这方面成本应该如何得到有效的税务优惠以及抵减呢 其实产业创新条例底下有一个研发投资抵减的项目 以前从99年度开始是施行10年 本来应该会在108年底落日 但是呢政府为了持续奖励 业者能够投入创新研发的活动 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 但是相关的一些租税规定应该如何的适用 如何的申请呢 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KPMG安侯建业税务投资部的会计师黄彦兵Robin 邀请Robin和我们来解析一下 究竟投资抵减相关的这个租税奖励 要如何的适用 哈喽Robin你好 大家好 我是安侯建业会计师叔叔的黄彦兵黄会计师Robin 我想先请教一下 研发投资抵减 现在延长了这个10年的租税优惠 他有没有一些不同的适用条件呢 好那我先针对这个研发投底 这个产业创建下的研发投底 他的这个适用要件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原则上他应该要符合三个要件 那第一个要件就是 公司他必须要具备这个研发能力 而且他要从事这个研发活动 是要有这个高度创新的这个研发活动 那这个研发活动太一样呢 就是第二个要件 他必须是要开发设计这个新产品 新服务新创作 新原料新材料等等这种 属于全新的东西 然后所从事的这个研发活动 第三个要件就是说 刚刚讲的这个研发活动太一样 它都是不能是属于这个 改良现有产品 所产生的这个研发活动 那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说你公司在做这个研发计划 或是你要送工业局的这个重点 在要素上的时候 你千万不能自己就出现所谓的这个改良 或改进的这些涡定 因为你一出现这些涡定的话 那工业局在做实体审查的时候 他就直接就认为 这个是属于一个旧产品的一个改良 那他就不会认为你是一个新的产品 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试用这个研发投递 哦是 所以刚才他提到的一个重点 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是字面上千万不要有错误的这个太阳的条列 那您可以帮我们举一个例子 来申请抵税相关的一个计算吗 OKOK 好那这个他在算这个抵税的计算 他原则上是看你公司当年度的这个 研发支出的这个金额是多少 那公司可以自行选择两种方式来去抵税 那第一种方式就是说 你在这个研发支出的这个15%的这个限度内 你可以去抵减这个当年度的这个 呃营锁税 那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就是说 你是在呃公司当年度研发支出当中的这个 呃10%的这个限度内 你是可以抵减就是呃 今年明年后年三年度的这个营锁税 但他都有一个呃上限的这个呃 限制就是在他是不能超过呃 这个当年度的这个营锁税的这个 30%为限 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假设公司在这个呃 110年度他有这个研发支出1000万 那如果他公司是选择第一种方式的话 那第一种方式是15%的这个额度嘛 那所以1000乘上这个15% 所以他原则上是可以 抵这个150万的这个呃税 但是如果假设刚刚这个110年公司 他当年度本来就应该缴的税只有这个呃 100万那他的上限就是你最多只能呃 抵这个30万元 对所以你虽然说刚刚算用第一种方式算出来 这个150万但是你最多只能抵30万 那你剩下的这个呃120万你就没有办法 留到之后使用 因为第一种方式他原则上只能在当年度去抵税 对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的话 那公司就可以选择这种第二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虽然说他抵减率是比较低 就是10% 那他用刚刚例子就是1000万乘上10% 就是100万 但因为你当年度本来要缴的税 其实本来就没有那么多 那而且他上限就是呃30万 所以你这个呃 抵掉这个30万之后你剩下70万 你就可以留到呃明年后年 就是111年跟112年去做一个使用 讲一个呃原则性规定就是说 公司当年度如果是很赚钱的话 那原则上当然优先使用这个第一种方式 因为你的抵减率比较高嘛 但你如果是当年度公司没有赚那么多钱 或是亏钱的状况 那你公司可以选择这个呃第二种这个方式 因为第二种方式抵减率虽然低 但是他是可以留到明年跟后年去使用这个 没有用到的这个呃研发投底的这个税额 是那途径一跟途径二 假设我不小心选到了 其实对我没有那么划算的一个途径的话 我能够做更改吗 呃原则上你同一个年度的选择方式 只能选择一种 那你选完之后 你在这个呃五月的申报期限内 你没有做更正的话 你原则上就不能做更正了 对但是 我们最常碰到公司问的问题 反而是说第一个年度选了 假设我第一个年度选第一种方式 那我第二个年度 我想要选择第二种方式来抵税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 那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刚刚讲说一经责定不能更改 只是同一个年度的状况 就你第一个年度选择第一种方式 你就不能再选择呃第二种方式 但是你第二个年度就是它是一个呃新的开始 就是一个新的研发投投资底检的一个申请年度 所以你又可以再重新选择就是第二种方式 对所以每个年度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是那我刚才我开场的时候 我有提到台湾的这个制造业在经济当中 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现在这个适用的优惠只适用于制造业吗 它有没有一些条件或者是资格 比如说金额啊或者是名文上面的一些限制 其实这个产创的研发投资 它其实并不仅限于这个呃制造业 它其实像这个技术服务业啊 或是一些文创产业 它基本上你只要有从事这个呃研发活动 然后这个研发活动是有这个高度的创新的话 那都有这个机会可以试用这个研发投底 那至于说这个呃试用的这个资格 就是原则上你必须要是符合是呃公司法的这个公司 那公司法公司它原则上只有四种类型 就是无限公司两核公司有限公司 还有股份有限公司 对这这这这四种太一样 对那所以很多这个外商 在台湾的分公司 他想要试用这个研发投底 他其实不行的 因为他并不是呃公司法规范的这四种公司 这个这个太一样 然后再就是有些像是呃独资合伙的一些呃企业 因为他也不是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太一样 所以这个也不能适用这个研发投底 那只是说因为其实呃最近有新出来一个 所谓的有限合伙法 里面的这个有限合伙 他其实是属于一个法人的这个组织 那所以这个有限合伙法的这个法人组织 他其实原则上还是可以适用这个呃研发投底的 再来就是说呃原则上刚刚符合刚刚讲的这个呃公司资格的这种状况下 在呃最近三年内其实是不能有这个违反这个环保食安 劳工相关的这个法令 而且情节重大的这种情势 要不然没有办法再享受这个租税优惠的 是那您提到说产业创新条例底下的这个研发投资底检 他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是一样适用的吗 在这个条例里面 因为中小企业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呃特殊的一个投资底检办法 他虽然说不是这个产业创新条例下的这个呃投资底检办法的这个适用范围 但是他刚讲那个中小企业他专门适用的这个呃投资底检办法 他跟产创他其实规定几乎是一模一样 他唯一的差别只差在就是呃产业创新条例下的公司 他必须要高度的这个创新 那中小企业这个研发投资办法 他他只规定说你只要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创新 所以他的这个呃门槛相相较而言是比较低的 那所以公司如果是符合这个中小企业的资格的话 那当然是优先选择这个呃中小企业的这个呃研发投资办法 那至于中小企业的定义 他其实目前只要符合两种要件的其中一种 那第一种就是你的这个十周资本额在新台币的一亿元以下 那第二种就是你经常雇用的员工人数是在200人以下的这个这个事业 那原则上都是符合中小企业的这个定义 哦所以他其实是可以说是有两套的相关的投资底检的优惠 好那我们假设要做产创的这一套的投资底检申请的话 有没有一个时间呢 他是不是每一个年度都是固定的时间在申请 他这个申请原则上是要在这个呃 银索税结算申报开始前的三个月 到这个呃结算申报这个期间内 去做一个申请 那这个他的申请是要跟这个呃工业局提出 我们用这个历年制公司为例嘛 因为历年制他的结算申报期间是五月嘛 那这个前三个月就是从二月 二月开始到这个五月 你可以向这个呃经济部工业局提出这个呃研发投资的这个申请 这是第一个步骤 送完这个工业局之后 那你在这个五月 每年五月在结算申报的时候 你仍然是要把相同一样 同一份这个资料 然后送给这个国税局 也要送一份 所以他总共有两步骤 就第一个步骤是二到五月送工业局 那第二个步骤就是呃五月的时候要送国税局 另外补充说明一下哈 刚讲的这个申请期间哈 是指的是呃 针对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状况而言哈 那如果有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呢 就像今年财政部他已经有公告这个所得税的这个 结算申报期间是从五月延长到这个六月底哈 那研发投底的这个申请期间呢 也跟着从这个五月展延到这个六月底 是那现在我们手上有这么多开支 已经准备要花或者是已经花掉的 那这些项目 我们公司在申请的时候 可以调列跟不能调列 我们先说可以调列的好了 公司这个自行研发他能够列的这个项目 他其实很限缩 他目前只有这个五种类型的这个 支出项目是可以列爆这个研发投底的 那第一种就是就是你这个研发人员的这个全职人员的这个薪资 那第二个就是你这个研发单位使用的这个研发的用料 那第三个就是你专门供研发使用的这个专利权啊 专用技术还有著作权当年摊折的这些费用 那第四种就是你专门这个为研发使用而购买的这个 专门的这个资料库啊 这个软体程式还有一些系统的一些费用 那第五个就是你刚讲的这个研发人员 如果有做一些这个教育训练的话 那这些教育训练相关的费用也是可以这个列爆的 是那这五种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如果你有相关的薪资啊 或者是费用的话就可以拿来申报 那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要具体的减负哪些文件才不会漏报呢 在跟那个工业局提出申请的时候 那原则上要减负呃七种文件 那第一种文件就是呃就是研发计划的这个重点摘要书 那这个重点摘要书它原则上是工业局 它有设定固定的一些格式 那公司就是要照工业局这个制式的这个格式 去做一个填写 对那这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呃 针对你要列爆的这个研发支出的这个项目 你要做一张明细表 要减负进去给工业局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呃 针对就是有这个呃 专案认定的这个项目的部分 这个也要自己汇总一张明细表 然后送进工业局 那至于说需要专案认定的这个项目 它总共有四种 第一种就是呃 研发专用的这个技术 那第二种就是研发专用软体 那第三种就是你共同研发的这些支出 那第四种就是你这个委托这个呃 国外研究机构做研发的这个这个支出 对那这四种项目是需要特别经过这个工业局这个专案认定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针对这四个项目就是你除了这个呃 填报刚刚讲的这个明细表之外 你还要另外再填一个这个专案认定的一个申请书 然后送进去给这个工业局去审查 对那这个是第三个部分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呃 公司要减负相关的这个呃 组织图 还有这个呃 研究人员的名册 那研究人员名册主要就是呃 工业局他是会要求你要在这个每个研研发人员旁边 你要注记就是说他是从事哪一个研发的这个计划 你要把它标记清楚 那再来就是呃 第五个部分就是你如果有这个呃 研发用料的话 那你要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净料领料的一些记录 要减负给这个工业局 那第六个部分就是公司的这个研发计划 还有记录跟报告 这也是要送进去 那很多公司会问说 哎这个研发计划记录报告跟这个 刚讲的这个呃 研发的重点摘要书到底差在哪里 那刚讲的这个研发重点摘要书 它其实是这个工业局设计的这个格式 就你一定要照工业局的这个格式填写 那它其实是一个呃 类似重点摘要 就是你把你研发人员做的这个呃 研发活动把 重点把摘要在这个重点摘要书上 对那至于说刚刚讲的这个研发计划记录跟报告 它只是内部就是公司内部在研发人员平常在做研发活动的时候 他自己可能就是做的一些笔记啊或一些抄稿 那些其实是呃最真实可以反映这个呃 研发活动的这个实质的这个这些记录 那这个就是刚刚讲的第六点要减负进去的部分 那至于说第七点的部分就是研发人员有受这个呃教育训练的话 那你要把这个呃执行的这个状况还有项目啊 然后得及相关资料要减负给这个工业局做一些审查 那这七种相关的资料还有五个哦 可以列报的相关的费用 其实大家如果说好好的准备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递件来申请 但是在申请审查的时候呢 我们主管机关审查 您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主管机关审查的重点是什么呢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研发投资他就是要送送件单位有两个嘛 第一个就是工业局 第二个就是呃国税局 那针对工业局的这个审查重点的话 那原则上工业局他是针对这个呃研发活动 是不是有这个高度的创新去进行这个审查 那因为高度创新他基本上是很抽象一个概念 那所以他通常是可以用以下两种指标来来做一个判断 那第一种指标就是说 你是不是有这个呃前瞻性风险性跟这个开创性 那所谓的这个呃前瞻性就是指的就是呃 你的这个技术是领先这个业界的 那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前瞻性 那风险性就代表你所从事的研发活动 他其实是呃具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程度 他并不一定会成功的 那所谓的开创性 他其实就是在讲说你的技术是呃独一无二的 那具有这个呃创新高度的这种状况 对那这是第一个判断指标 那第二种判断指标你可以也可以用就是发明专业力的这个三要件来做一个判断 那第一个要件像是呃新颖性 新颖性的话 他指的是就是呃未构成这个先前技术的一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呃进步性 进步性他指的是就是说 你同业不能依据这个先前技术 然后轻易完成的这个技术 那就所谓的进进步性 那第三个就是呃产业利用性 那产业利用性的话 他其实就是你这个研发产品必须在未来是有可能可以进行这个量产的一个一个状况 对那这个就是呃所谓的这个发明专利的三要件 就新颖性进步性跟产业利用性 对那那其实讲了这么多很多公司还是觉得说 哎还是很抽象啊 那到底要怎么样做一个判断 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呃实际上的状况 就是说工业区实际在审查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审查 他其实会针对就是像呃制造业 他其实会有各行各业别嘛 那其实他针对各行各业别 他其实都会有一个呃特殊的专属的一个产业小组 对那这个产业小组呢 他基本上你按键送进去之后 就会由这个产业小组的这个承办员 他会先做一个呃出审 对那出审完之后 他会把这个呃你的这个研发专案 就是再送交给这个所谓的这个审查小组 做一个预审的动作 那这个预审他原则上就是会有呃 七个人去做一个审查 那其中一个人就是刚讲那个业务单位 那个承办员的这个长官 这是其中一个人 那另外六个人他其实就是呃 各行各业的这个呃专家学者 对那所以就是会有这个七个人去做一个呃预审 那预审完之后在他们还要再进行一个 所谓的审查会议 那这个审查会议就是会由刚讲的七个人当中的 二分之一出席 然后二分之一做决议 然后他就能够决定说你这个公司的这个研发专案 到底有没有高度的创新 所以他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呃比较的一个概念 因为他在做这个呃审查会议的时候 他其实并不是每一家公司每一家公司个别去审查 他反而是就是同同样产业别的 这很多公司一起做一个呃做一个比较 你的这个研发的重点资料书看起来就让他们感觉起来 就是说高度创新高度是比这个其他的这个公司 还要高的这种状况下的话 那你这个当然就是优先会出现 就是你就是优先可以适用这个研发投资地件 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呃工业局 他这个呃审查的一个状况 还有他的重点 那接着谈的就是说工业局审查完之后 那接着就是国税局了吗 那国税局他会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重点审查呢 他其实重点他是会放在就是研发人员的这个薪资 对他其实会看就是说这些研发人员 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全职的这个状况 那国税局他怎么去判断说研发人员去是不是全职 他其实就是会看你这个研发人员的这个工作执掌 他上面他具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很多状况就是说公司在写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执掌的时候 他其实里面自己就写说 这些人是有一些管理啊 这个管制的行为啊 或是一些协助的一些行为啊 这些窝顶如果有出现的话 那其实很容易就被认为这个 这些人其实是一些助理或是一些管理的人员 那这些人员的话 基本上他就不会是一个全职人员 而是属于一个兼职人员性质 有出现这样窝顶的话 那其实就很容易被这个税局这个否准是用这个研发投底 那再来就是国税局他第二个重点 就是针对就是说这些研发人员的薪资呢 他是怎么样按照这个专案别做一个划分 那其实因为一个研发人员 他可能同时做了很多这个研发专案 可能就是ABC三个专案 那只是说这个研发人员他薪资就是 一年全年度可能就假设是一千万元 那他要怎么样去分配到这个刚讲这个ABC 那有些公司他就是直接除以三 就是他觉得就是他就是这三个专案 就是各花三分之一的这个时间 那其实国税局通常不一定会接受 你这样直接用这个就平均的这种概念 去计算这个拆分方式 那工业局会比较接受的方式 反而是会希望这个研发人员 你要自己就平常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公时记录 那就是你投入在这个A专案 跟B专案跟C专案 他的时数到底各是多少 然后按照这个比重 然后去做一个拆分你全年的薪资 这个就是 国税局他这时候审查的一个重点 是其实从刚才Robin提到的两个主管机关审查的重点 然后乃至于这个减免税额的计算 然后你要减负什么文件 然后费用有哪些项目可以申请相关的底件 其实今天Robin分析的非常的详尽 大家如果这个公司刚好有试用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样子的优惠的机会 当然如果你有进一步的问题 我相信这样细致的问题 请教Robin这种专家肯定是没错的 也期待下一次Robin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析更多的税务优惠相关的议题 今天谢谢Robin 好谢谢大家 KPMG知识音浪节目 让我们下一期见 谢谢拜拜 拜拜 by bwd6